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大家午安 我是群晏莹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要好好聊聊国际话题了 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 先来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 大家好 还有是国际政治专家莱宇倩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涵冰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开始要带你们来看到的是 现在俄乌战争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而在此同时中美之间 其实也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最重要就是10月我们都知道 10月16号中共要开二十大 另外在11月的时候 则是美方的其中选举 目前我们看起来在选举的这个当下 其实对于拜登来说 经济仍旧是一个大罩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通膨确实已经创下了 40年来的新高了 那根据ABC还有华盛顿邮报 他们最新民调说 满意度也开始之前有点回升 但现在好像又往下再走了一些些 当然他先前因为提出了一些 比如说学代减免等等的政策 好像让他民调回来 可最近又开始疲了 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就讲了还是经济 71%的美国人对于经济是感到不满的 没有实质的感受 他还是觉得生活难过 所以拜登今天就在讲了 那一些开加油站的 现在就降价 虽然目前油价已经掉了 大概是回档了有四分之一 但是他仍旧不满意 国会的这个预算处则在讲 说你先前提出了减免贷款 学贷等等政策 有可能会花了4000亿美元 反而是更危害我们的经济 所以在经济界一个场域 拜登现在仍旧还在努力 至于另一个新的战场 则有可能是跟选举也有关系 好这个是今天的报导 讲说中国现在是针对 美国其中选举在发动宣传战 甚至被Meta也就是脸书给下架了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中美的角力 其实大家一直非常的关注 所以有很多这种 大家说说内幕的消息 失去的我们就会去看看 发生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比如说前几天 我们大家就一直在网络上面看到 说习近平传出被软禁 这大事 那个时候还上了推特的热搜 说他到底去了哪里 昨天他现身了 终于公开露面 有人说是粉碎谣言 也有人讲 其实为什么你没有看到他那么多天 因为他去上和组织会议 他出国 所以回来 有中国问题专家就讲 不是 他一直讲动态清零 回来要隔离 他必须要做榜样 所以前几天是隔离 你才会看不到他 但也有人说 其实他们在人民日报 看到了跟习近平先前不太一样 中美之间关系的论调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其实还是在20大之前 他不是这么样的稳 想要给他制造压力呢 不管怎么样 大家会这样子去观察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认为美中之间 持续有一个对峙 在竞争的氛围 好 特别是在现在 我们讲到经济这一战 其实是全世界大家都在面对的 包括最近美元 他们的动态 影响了所有人 美元现在持续的在往上走 要控制国内的通膨 可是盟友就先付出了代价了 包括了经济周刊 他们就讲说 现在美国跟欧盟之间 会产生一个新的贸易战 好 特别就是在其中选举之前 因为拜登要救他自己的选情 所以他们会 走向比较强硬的保护主义 所以你看到 他有一些通膨削减法案 要求所有的东西 都必须要回到美国国内来制造 要好好的让美国受惠 可是这些 跟他们先前这一些的贸易 世界化流通 这样子的概念 就完全背道而行了 而目前你也看到了 在贺锦丽他们的副总统 持续的在国外来访问 这次他是到了日本 本来是先要去参加安倍晋三的丧礼 之后他又顺便去访了南韩 他有特别的强调说 这一回是要来当大家 有能够好好的来在企业 Trip 4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里头 大家可以彼此合作 那如果韩国先前抗议的电动车被排挤 因为这个通膨削减法案 我们其实都可以讨论 有没有什么过度的方案 但其实这一些对于 所谓的日本跟韩国来说 真的能够安抚他吗 因为大家的感受是真的 我们一再强调经济这种东西 就是那种剥夺馆那种感受 当地人的感受是什么 来看日本 日本现在因为美元在升 他们已经花了3.6兆 去保护他们的汇率 目前说好像没有很成功 可能会持续再扁 扁到150见顶了 而在韩国下也因为汇率的关系 扁到13年的新低 所以让他们的炸鸡 就让国民美食 他们的小确幸已经涨到了 全鸡 一只鸡要3万韩元了 而日本的野村政界就在讲了 美元的涨势未完 当然了你看现在在 他们的联总会这边 也都是非常鹰派的讲法 所以这个风暴持续进行当中 台湾没有置身事外 目前说我们的外资内资 已经被提了大概超过2兆元了 大家也是挖在蛋 所以你看看美元这个一路狂飙 真的是跟他站在一起的 基本上都受害 或者你不想跟他站在一起 你也会被影响 让全球许多家庭 真的是一夜置凭 好 所以很多人开始讨论了 是不是有可能去美元化 我不要再被他影响了 包括我们先前提过了 俄罗斯已经打算在明年 要推所谓的数位卢布 希望能够做这件事情 而另一件事情 则是在区域上投 包括什么 包括了印度 他们现在也开始推 国际卢比的结算机制 那东协这边 他们要开始成立一个 他们区域的交易平台 在中东的部分 伊朗 俄罗斯 土耳其 俄罗斯 他们也开始协议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这样的一个协议平台 去美元 好 而先前也因为 这个美元的关系 所以美债的前十大持有国 纷纷抛售美债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美国国会三章 他们国会三报 他们的报导 他们表示 在这一波确实有很多国家 对于美元产生疑虑了 金砖国家 虽然是新兴国家 但是他们的国力 也开始在往上走 那么这一些国家GDP 估计占全球的24%以上 要真的去美元的话 可能对于美元来说 是一大受伤跟影响 好 我要请教赖老师了 回过头来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经济仍旧是他的罩门 但是问题是 现在有一点 内外受敌 复辟受敌 原因是因为 他想救他自己 但他就直接打到他的盟友 那大家不会哀吗 不会叫吗 美国的美元霸权 是二战以后 他透过马歇尔计划 使他的美元成为 一个国际货币 然后借着布雷顿的森林体系 然后之后再跟 这个黄金的结构 整个挂钩在一起 美元成为全球 最流行的通货 世界个股的外汇存底 美元占绝大多数 估计至少大概六成 在去年的时候 跌破了60% 大概还是有58%到59%左右 所以各国的外汇存底 还是以美元为主 可是问题就在于 在这一次的过程中 因为之前2008年 已经让很多国家 受到伤害了 这一次美国又再度的失败 上一次是二次信贷 金融的失败 那么一个不得 那么一个金融的 一个失败者 然后造成了全世界 都帮他买单 这一次是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然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 严重的失败 因为到处印钱 印的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肃无忌惮的印钱 吃定全世界 那么拥有这么多的美元 国际货币 所以他又把他的失败 转嫁在全世界上面 把美国人的通膨 要转嫁在全世界的通膨上 我觉得各国已经受够了 这一次我们已经确实是看到 有更多的国家觉醒 但是你觉醒是一回事 有没有能力又是一回事 中国是觉醒最早 而且把它具体化 实践化的一个大国 人民币的数位化 已经走了一段时间 而目前来讲 它的安全性跟稳定性 越来越可靠 它的专利也很多 所以现在的卢布的数位化 其实就是跟中国大陆合作 希望中国大陆有更多的专利 或是跟中国大陆有更多的技术 那么移转到俄罗斯去 我想会有海湾国家 其实主要的还是要依靠 海湾国家的这些能源的输出国 还有黄金的本身的输出国 还有大宗物资 也就是期货市场的 这些大宗物资的输出国 如果他们本身都愿意 采用这个本国货币的数位化的话 那这样的才有可能 终结美元霸权的时代 如果不走数位化 如果不走这个区块链 那基本上你要终结美元霸权的 可能性是很难的 你看欧元这么努力 那么如果在世界的通行货币中 欧元占有大概就是30到35 而美元都占45到50左右 其他的日元 英镑跟人民币 那么都是个位数 所以大家很清楚知道说 美元它是一个霸权 是因为通行货币 而只有透过这个货币的 本国货币的数位化 那么一切透明 一切在数位中 所有的每一张纸钞 就是只要进入数位以后 那么都能够有踪迹可追寻 这样子可以去除贪污 可以去除洗钱 然后让所有的货币更加的清楚 而且也在整个信用的交易中 也才能够建立起来 当然还是需要时间 而且它一定要证明 它是非常安全稳固 现在中国大陆 如果能够在人民币数位化 能够通行 而且速度更加快 我觉得它会激起周边的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 它在亚洲的国家 目前来讲合作的是泰国 如果说它的合作国 伙伴国 越来越多 而都证明是有效的话 我相信它跟东盟国家的合作 还有跟俄罗斯的合作 跟海湾国家的合作 那么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大的情形下 它才能够终结美元霸权 也才能够使美国 每一次不断的把它的失败 转嫁在别国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另外一直在制造谣言说 习近平又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脑调重弹 坦白说实在是很可笑 你看在台湾的媒体里面 只有绿营的媒体 才会在这个部分里面倒做文章 其他的媒体基本上来讲 都是觉得荒谬 可笑 然后又在这个地方做文章 这种制造谣言的 这种结果也已经觉得 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你就可以看到美国也好 反中国的这股力量 跟台湾的台独结合 然后绿营媒体 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写文章 写了出来以后都觉得 让我们觉得真是可笑 因为他们的制造出来的谣言 没有多久就被破掉 是 好 老师刚刚有特别提到 说这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言论 好 不过说到了言论 在网络上我们今天要好好谈 请教一下黄桂博老师 您怎么样来看 因为这个是脸书的母公司Meta 他在27号最新宣布的 他说他们有发现来自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假讯息作战 然后就特别提说 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个假讯息作战 他针对的就是美国的其中选举 所以他们把这些相关的账号 都已经统统下架了 所以我就在讲 这个是一个新的角力战场吗 认知战吗 这是不是因为现在 两边都有大事要发生 无烟消的那个意味 战争好像从这个战场里头 会让大家感受到这样的讯息 这个Meta也就是 以前的脸书 他跟美国政府其实合作 去抓这些所谓的假讯息 或是认知作战的讯息 他其实也跟不少外国政府合作 这也就是有些人 他们会认为说 脸书你自己抓假讯息 也就罢了 但是你跟这些国家政府 合作的时候 那么你会不会受到 这些国家政府的影响 你在抓这些假讯息 或者错误讯息的时候 你根本就是顺着这些国家政府 在抓不受这些国家政府 所喜欢的资讯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点 但不管怎么样 因为Meta他还是要在 其他的国家继续经营 所以他也必须要找他的生存之道 所以跟各国政府合作 其实还在继续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新闻讲的 所谓的中国大陆 还包括俄罗斯 对于美国其中选举的认知作战的 这个假讯息Meta 他的检举或者是撤销账号 我们比较不知道 他所谓的这些讯息指的是什么 但是我会觉得说 可能譬如说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讯息 他很多是在讲说拜登不行了 民主党快垮了 然后当然拜登最近包括牵错手的事件 讲错话的事件等等 也是一而再再而三 可能就会后面会依附了一些 说民主党的声势已经 这个勤退了 然后大概 这次其中选举大概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消息 是不是被判定成 所谓影响美国选举的 外来的这些资讯 因此而被下架 我觉得这确实是 蛮有可能性的 另外 但是我也必须讲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其实只要他有所本 他可以讲出他自己所认为的 一些未来可能的发展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种认知作战 或者是所谓的扭曲的讯息 我个人觉得不是 因为我们是基于事实 把我们认为未来可能情况的 推估讲出来 那么这时候我觉得应该 这个Meta它应该是要 从宽认定才对 但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跟我有时候 一向的经验 就是有时候你有一个讯息 会被Meta脸书直接就屏蔽起来了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曾经有过一次 那个完全没有针对任何人 但是反正 他大概抓到几个关键字凑起来 他就觉得你这个讯息是有针对性 而且可能是必须要经过检查的 他就把你关起来了 我有朋友他的言论 相对比较政治一点点 他就被Meta 常常一下就锁三天锁七天的 他已经慢慢习惯了 恢复的时候都会跟我们打个招呼 但这样到底是不是 对言论自由是好的呢 我觉得随着这个年代慢慢的演进 我想很多的公民社会团体 可能会对这方面会有更进一步 要求言论自由重新审视 这样的一个要求 是 来 斌哥 其实我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川普那个时候跟 末期在跟拜登在竞选的那段时间 川普政府也一直在讲说 境外势力入侵 但他当时讲的是恶骨 现在换拜登上来就变中国大陆 我就觉得美国是这么落后的国家 每一次选举都被人家操弄 不是俄国就操弄你 就是中国大陆操弄你 美国有废到这种程度吗 好像也没有 你如果再看我们台湾自己来讲 台湾最近也有一些 所谓的归国的学人 或是一些AI专业的这些人士 也一直不断地在宣称说 你看我们又抓到多少证据在网路上 解放军或是老共又对我们进行了 多少的认知作战 那问题他们的所有唯一的证据 就只能说他们的IP是从海外来的 他们的证据就是这样 那海外来的证据就代表说 这一定是境外势力的问题吗 难道不会是我们自己 从内部转出去再转回来的 会不会根本就是 国家的情治单位在做这件事情 或是一些网军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谁都很难去判定 同样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子 更何况我觉得美国自己本身是一个 多元言论的国家 那怎么会对自己的人民 没有信心到这种地步 那更何况我比如讲 假设今天讲说拜登的状况不佳 讲说他哪里又出包了 讲说他民调状况下跌 那请问一下 这个东西叫虚假讯息吗 这不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那讲正在发生的事情 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是真的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那至于说像习近平 说真的 从他上任到现在 什么政变 然后什么北京开枪 什么等等 我已经听过报多少次了 我以为习近平的待遇 跟金正恩差不多你知道吗 两个人都每一次 每隔一个月只要 大概十几二十天 就会有人说 北京又发生什么状况 我就觉得每天传这些东西 到底会不会太那个 你可不可以换一点新的东西 出来传会不会比较好 甚至连 他说他这一次二十大会面临危机 说他回来会遭遇政变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最基本的事情 假设国内情势这么严峻 习近平怎么会 他都已经这么久没有出国国 他干嘛趁这个时候出国 是找自己的麻烦吗 特别这还在二十大之前 所以我觉得他会选在这个时候 之前出国反而表示 他对国内的情势稳定 是有信心的 所以他才会出去 所以我个人觉得 常常在散布这些假讯息的是谁 我们大家自己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某一些特定的媒体 就是某一些特定的政府 最喜欢放那些假讯息 特别这次乌尔战争 乌尔战争谁在放假讯息 我看西方媒体每天 只要是乌克兰报了 管他真的假的 什么用个什么烟爆什么东西 把无人机打下来 或是一个老爷爷拿个猎枪 就把什么米格机K下来 这种奇奇怪怪的情况 每天都会报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不是假讯息 所以我觉得去扯这些东西 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我觉得拜登他现在要面临 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你用这么强力的手段 企图要拉伸美元 可是你的通膨并没有下降 然后你的盟友还被你害死 那这就变成赔了夫人又责兵 完全损人不利己 那请问一下这样的做法 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西方这些国家 现在正在做最后的忍耐 他们大概想说 看撑下去还行不行 可是到了11月如果其中选举 真的不如拜登的预期 不如民主党的预期的话 那我看协防这些国家 被裂解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对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